大家好 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今天有兩個消息 一好一換 你要先聽哪一個 好 我們先來講壞消息好了 最近這個 因為美國經濟很強 物價不斷的上漲 導致這個殖利率不斷攀升 因為美國升息的機率 應該還是很高 包括英國的債券 法國的債券 殖利率都往上衝 公債投資人慘遭套牢 大膽預言什麼時候解套 可能要等到明年 這個是壞消息 但是有沒有好消息 大摩說iPhone的出貨 計增兩成 這個對電子消費產品來講 尤其是台股來講 是不是一個大利多 因為蘋果三大產品 iPhone的部分 雖然年減2% 但是計增高達20% 但是不管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接下來還是有很多重要的訊息 尤其是這個禮拜 要來跟大家討論 我們先歡迎 今天一起討論的嘉賓 資深分析師杜金龍 晨諺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永明 大家好 李博亞太區研究總監冯志源 大家好 台大電機博士張晴玉 陳一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因為這個禮拜 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兩件事情 影響了美股的表現 因為漲多的美股 到了8月以後 既然這幾個交易 15個交易日以來 跌了5.6% 所以我們請永明哥 來幫我們做一個觀察 這個禮拜有兩個消息 對 這兩個 一個是回答的財報 一個是傑森後的會議 這個會不會定美股的生死 對 我現在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比喻 現在是兩好三壞兩人出局 又滿累 這壓力很大 對 所以接下來這兩球 如果投下去的話 大概美股的生死就定掉 看你是要保送還是要被三陣 還是急出安打 所以24號就是那一天的凌晨 當然我們盤中的時候 應該就知道這個回答 公布的第二季季報的一個情況 那第二的話就是再隔一天 傑森後 那傑森後這邊的話 像去年的傑森後 後來是大跌 因為就是鷹派的升息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主要不是聽說 什麼時間點升息會停止 我們除了聽這個以外 我們還要聽什麼時候會降息 那這個中間會影響到整個美國 甚至是全世界的一個景氣 那現在在這兩件大事之前 整體來講 多空當然就是分歧 對決嗎 對 對決 那我相信這個時間點 應該會定調 我們先來看一下空方 跟多方的一個言論 安聯這邊代表的是多方 首席經濟顧問叫做伊爾艾朗 然後這個提到 中國大陸雖然是有家具 但是美國的經濟是多元 所以美國是繼續增長 也就是說全世界其他的地方 不管你拉丁 美洲也好 中國也好 即便是你第二大 第三大的一個經濟體上衰退 但是美國老大哥還在 因為美元很強 那第二個的話 所以打圈 對 這個是圈 那這個的話就是典型的差 這個CMO的資產管理工程 創辦人Grace 他算是市場的老前輩 他基本上可以影響華爾街 很大的一派言論 他說升息緩慢的一個影響 終將使美國在明年進入衰退 但是因為他明年的時間拉很長 明年有1月有12月 所以你也不知道 你這個投資人等一個月都等不起了 這很討厭 你壓12個月 所以有講等也沒講 對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過去兩年的時候 美國的消費者抗財政的 兩兆美元的現金補助 主要就是因為2020年 當時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美國就印鈔票來救市 對 那這些包含學貸的地顏 包含你看到很多的 所以總共好不當當 加起來是兩兆美金 但是現在經過兩年的時間 通膨衝高了 所以這兩兆已經慢慢的 快要把這個家底給花完了 那花完的情況之下 錢越花越飽 你就只能拿你現在賺到的薪資 對 來去支付你所謂額外 或者是生活的一個必需 所以這個聽起來 好像也比較沒有那麼好 對 當然是不好 所以這個應該是中性偏空 我們打一個三角型號 因為他畢竟沒有說是很空 但是小摩這邊就特別提到 他說消費的疲弱 他說這個錢一旦用完之後 消費的疲弱 兩兆美金不見了之後 十月份有一個叫做學生貸款 那也就是說政府 基本上是兩兆的錢 然後來去支付學生的貸款 可是現在這兩兆的錢 拿不出來之後 學生必須要還錢了 對啊 那這個學生一還錢之後 他連鎖的乘數效果就會變成 以後學生出了社會 就沒有辦法再繼續什麼 大量的消費 沒有辦法買iPhone 因為我賺到的第一份薪水 要拿去還學貸 而且學生的時候都要去唱KTV 對 就不去了 不去KTV了 不買iPhone了 然後不去買元宇宙了 所以有很多的一個東西 都不能花費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當然多空之間的一個情形的話 二四二五 大概也不用等太急 再三天 再三天的話 大概就可以差不多知道 那我想不管是揮達也好 接生後也好 它為什麼會影響到美國 甚至是全球的經濟 我想因為你剛才講到 有種那種三歲定一生 所以再過三天以後 要接下來 那到底是為什麼這兩件 這個這麼重要 對 我的看法跟很多人不一樣 很多人就是在等降息 就是說降息之後 會對美國的經濟 或對美國的股市會有幫助 可是事實上我看了 大概將近快四十年的一個 美國的升息循環 跟它股市的一個週期 我覺得應該把兩千年 做一個分水嶺 兩千年之前是一種狀況 兩千年的千禧年之後 又是另外一種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拿這個 美國的聯邦力量 是紅色的部分 那藍色的部分的話 是S&P500的標普指數 我們來做一個這樣的一個情形 各位去看一跟二 紅色的在下降的過程中 藍色都在上升 紅色下降 藍色上升 紅色下降 藍色上升 也就是說 降息就會漲 降息就會漲 那為什麼在那個時間點是這樣 因為各位要知道千禧年之前 高科技還不是主流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 傳統產業 所以降息會造成股市大漲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當時的環境是金融 地產跟石化業 那降息第一個 他就把熱錢從銀行體系逼出來 因為利息變低了對不對 對 銀行體系逼出來之後 這些熱錢就投資房地產 投資房地產就帶動地產股 那地產又正好是主流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部分 降息是不是會帶動美金走貶 那美金走貶的話 因為美元跟原物料的價錢是敲敲板 美元只要一走貶的話 原物料的明目價錢就要上升 不講實質 我們講明目 明目就要上升 那是不是帶動石化產業的成本推動 那成本一推動了之後 從上游開始漲 中游要不要漲 然後下游要不要漲 所以整個整體來講 這些東西都是股市的主軸 所以降息漲 對 好 但問題來了 那兩千年之後 因為兩千年之後 是以科技股來當主流 OK 對 所以科技股當主流的情況之下的話 變成停止升息股市會大漲 但是降息反而股市要跌了 真的 這裡 對 你有沒有發現 降息了之後股市是跌 跌 跌 降息股市是跌 降息跌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環境開始變成 以電子股來當做主軸了 那電子股的話 各位要知道降息美金會不會貶 會 美金會貶的話 美國的海外企業在國外是收美金 就是iPhone它賣那麼多手機 對 我是不是收美金 我總不可能收台幣回來 我收美金 美金變薄了 變薄了 變薄了 所以我企業的利潤率 是不是就下降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降息就代表你景氣開始在減緩 所以減緩是不是就變成是說 你要用降息來刺激景氣 那一般來講 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都是代表景氣衰退 對 所以我反而比較關心 你什麼時候要降息 所以今天的傑森後 他在告訴我一件事情 第一個我要看他什麼時候停止升息 因為在美國的2000年之後的歷史裡面 只要停止升息股市都會漲 漲到什麼時候 漲到你開始要降息 所以反而降息要開始跌 那希望中間的時間拖越長越好 比如說拖半年拖十個月 拖到美國的大選 明年年底的大選 那這樣股市的龍井會變得比較好 如果說明年你聽到的第二季 就要開始降息了 你反而應該要擔心 景氣開始要往下掉 那接下來的話我覺得 另外一個影響到美國景氣很重要的 倒不是真的在升息 因為各位可以去看 升息的末端 在今年度已經沒有影響 但是重點是在縮表 對 縮表的狀況 那縮表又跟一件事情有關 6月14號的時候 各位還印象嗎 當時美國不是舉債上限的問題 對 對 那時候沸沸揚揚 吵了一陣子股市也跌 那後來是不是決定執行 所謂的舉債上限取消了 取消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在開始印大量的國庫券 對 那印國庫券 債券價錢是不是就跌了 所以這一陣子債券的人 就開始在壓壓的 對 然後再將殖利率又上升 債券價錢又跌 好 那現在你政府印了這麼多的 一個國庫券之後 是導致費的在付買回機制上面 明顯的萎縮 也就是說他不要在市場上再放錢 因為我買回來之後 我似乎就把強力貨幣給試到市場去 但是現在因為你舉債上限 又印了這麼多的錢 我就不能再提供這麼多的錢 所以這個時候我不再投入錢的情況之下 熱錢就等於是收回來了 對 但是未來你看 現在一個月大概是降了1000億美金的縮表 這個很正常 這個也是好事 就慢慢慢慢的縮 但是怕你的縮表的速度 如果在明年度太快 現在目前美國的資產負債表 大概是8.14兆 8.14兆的一個狀況 如果這個部分他有定了一個說 未來時間點上面要降到8兆以下 甚至要接近5兆 3兆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擔心 市場上其實這一波就是資金行情 來帶動所謂的景氣行情 那如果說是你說得太快 錢不見了 我就要跟各位來講 美國的多頭就結束了 所以這一點反而很重要 就是接生會委會 告訴我們這些訊息 就是縮表到底要不要加速 對 對不對 一個是什麼時候降息 那降息不是好訊息 一個是縮表會不會加速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輝達的采放 那輝達在第一季的時候 當然會有對第二季的一個展望 第二季的展望 他認為營收大概是110億美金 上下差不多2% 不差這2% 然後年增率大概64% 然後超過市場 原先在第一季的預期71.5% 毛利率是70% 也就是說AI的晶片相對來講 一定是毛利比較高的 毛利比較高 那如果靠這一塊的話 那它會帶動整體的毛利率上升 如果比重太低也不行 但是如果現在AI的比重變高了 那意味著就是來到70% 這一定是好訊息 資本支出維持不變 所以現在必須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會不會比這個數字要來得低 因為 你說這個是 這個是第一季的時候 他講的第二季展望 現在就是要其中考 我考得很好 我會考得很好 對 那你考出來成績單 跑步回家 對 到底考得怎麼樣 你所有的廣達 偉創 音樂達 光寶科 大家都認為你是因為來自這個標準 所以我今天才敢漲 如果今天只是符合這個標準 我漲勢就停 但不見得要跌 但是如果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叫不如預期 那我最近這一陣子的 所有的東西都要回土 這個就要回土了 這個就是 我本來預期我兒子 大概應該是及格就好 但是你給我一個80分的預期 那我就用80分的標準 你會跟著 心情就調到這裡了 大餐都已經去吃了 餐廳也訂了 結果你出來還是只有60分 那我就把餐廳取消 給我跪下 對 類似這樣子 但還不至於這麼嚴重 那當然灰打的這個財報 一定會影響半導體 半導體是不是就會影響到ISM 沒錯 對 那ISM裡面 我們看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新接訂單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都說AI很好 AI的伺服器很好 那它是不是應該表現在 PMI裡面的ISM的新接訂單 因為我預期未來訂單應該會一直增長 因為財報的關係 站上這個中軸 我跟各位保證 那就順利了 這個地方一定會把NVIDIA的股價 連同半導體的股價 費城半導體的股價 一路的開始往這裡帶 所以這裡回到了中間 就代表這一條要回到了它的上升趨勢線 原先上升趨勢線跌破壓力變支撐 這個支撐變壓力 那現在這個地方只要站穩的話 它又會變成支撐 所以現在國際情勢間 我們也不敢說跟各位來做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保證 因為兩好三壞 你要看投手狀況滿雷了 所以禮拜四禮拜五這兩天 公告的數字非常非常的關鍵 謝謝友民哥 所以禮拜四禮拜五這兩天 不要亂跑對不對 好好看精靈天下 我們會持續的跟大家解釋 目前的狀況 當然最近國際局勢 這個氣氛很詭證 因為這個拜登要在大衛影 找了日本 韓國 我們來開槓 結果習近平跑去南非 又要抱團 現在不只金融市場的問題很多 大家要關注之外 連國際局勢也出現 團對團的對抗 對 這麼熱 但是兩個國家的領導人 都各自去取暖 我們先來看一下拜登 對 拜登跟日本的岸田文雄 還有韓國的影席樂 又是歷史性的畫面 因為其實 三個人站在一起這樣拍照 好看 對 其實這個大衛影 原本就是休假 美國總統歷來 休閒他就跑去那邊 這個畫面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成 上一次廣島G7會議的延伸 因為韓國雖然不是G7的國家 但是影席樂也是有參加的 對 這個來講 美日韓三個領袖 在大衛影舉行的峰會 還是達成了幾個協議 第一個就是深化三國的軍事經濟的合作 其實這個在G7就已經有講過了 就談到 還有聯手 這個最重要 抵禦中國跟北韓的威脅 另外來講的話 跟我們台灣有關係 台海這麼重要 跟我們台灣有關係 談我們沒有請我們 怪怪的 很奇怪 然後最後就是 就是別人在聊我們家的事 對 很奇怪 那最後就是三個國家要在 經濟跟科技加強合作 這個畫面出來之後 其實另外一個 我們就要想到 習大大在做什麼 對 然後最近中國的經濟聯環報 從恆大 碧桂園 到最近的SOHO 很悶 這個家裡面 這個聯環報 但是習大大還是質疑要出國 已經出國了 對 中國的經濟問題這麼多 為什麼習近平質疑 還是要在這個時候 去參加金磚崩會 最主要就是他希望 力促金磚國家成為 G7的全方位對手 我們剛剛講 是不是這個參加國家 有多少個 69個 將近70個 G7才幾個 7個 10比1 10倍的力量 所以就有官員講 這個金磚國家 如果再持續擴大的話 佔全球GDP的比重 就可以跟G7差不多 我有10倍的力量 國家 雖然來講有很多 還在持續的一個成長 但是總有一天會趕得上 對不對 對 其實這裡面最重要的 應該就是說 除了習近平去爭取 金磚國家的支持之外 最重要的一點 是習近平會不會跟莫迪見面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莫迪之前 才在美國耀武揚威 做瑜伽 對 而且他講說 現在很流行AI 現在來講 有另外一個AI 要值得注意 America and India 所以他的AI是美國跟印度 America and India 現在他又去參加金磚峰會 他到底是支持美國 還是支持中國 磨靈兩個人 其實兩個人的關係 原本其實有一點惡化 在疫情期間 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中印邊界 克什米爾那個地方 其實都陸陸續續有武裝的一個衝突 所以兩個人這一次的見面 就是在疫情後的第一次見面 覺得就是格外的一個重要 當然中國尋求擴大它的影響力 企圖在貿易 還有地緣政治上面的話 跟美國一較高下 那麼但是我們有講說 金磚國家跟中國的貿易依存度 其實來講 重要性來講 還是沒有這麼的高 怎麼說 我特別去中國海關總署 把金磚國家的這些相關的貿易額 而且是最新的到前七月的總額 分別是這個樣子 那我去除了總量來看 佔最高的是誰 俄羅斯 也不到5% 他跟俄羅斯關係這麼緊密 對 可是已經成長很多 你看在俄羅斯戰爭之後 今年前七月 累計起來還成長了將近37% 對 所以這個國家來講 俄羅斯已經算是佔中國 整個貿易來講很大 但是還是不到5% 那第二個巴西 巴西我們都知道是鐵礦砂 很重要的礦產 他支持巴西很多基礎建設 對 沒錯 但是你看也才佔多少 3.4 3.4 印度更不要講就是說 他現在採取一個 比較中間的一個 遊誼的一個態度來講的話 其實來講 佔中國的比重也不到3% 更不要講南非 我們剛才講說 他們有一個不平等 不平衡的這個貿易依存度 所以整個來講 雖然金磚國家的佔全球 經濟的一個比重 不斷的一個上升 但是整體來講 我覺得就是說 習近平要去那邊取暖 企圖用這個金磚國家 來取代美國跟其他國家的話 我覺得還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因為現在 中國自己本身 你剛才有講到 問題好多 房地產什麼什麼 他還是質疑要去 所以表示去的 這一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 大家也在擔心說 他經濟持續往下走 的這個負面的影響 會不會外移出來 然後甚至影響到金磚 甚至影響到美股 這個部分會不會 其實影響會很大 這個外衣的效應 不容小覷 這句話怎麼講 其實支持中國經濟 最重要的三頭馬車 這三個江省 都已經快要斷掉 快斷了 馬不跑而且繩子還斷 對 所以中國經濟急劇放緩 這個痛苦 外資預估會影響到誰 美國股市 因為美國的半導體供應鏈 還有日本的工業跟機械 而且外資預估 如果再持續這樣下去的話 美股至少還要再下跌多少 4% 非常的高 那如果說整個來講 如果美股出現了什麼風吹草動 那我覺得全球股市的話 可能會影響 會影響會非常的大 所以其實瑞聯的首席投資官 他也講說這些大型跨國公司 要跟中國出售產品的話 要嘛就是跟中國採購 未來來講都要下修 來自於中國這個收入 我們從指數來講的話 其實7月份 港股跟陸股還表現得不錯 還算不錯 那一段時間來講 提出了很多刺激經濟的方案 對不對 可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整個把它打趴 你看MACI中國曝顯指數 今年以來 這個月也就8月份 已經跌了將近10% 是MACI世界指數的兩倍 所以現在經濟經營也淘沒了一些 因為中國是一個很特殊的市場 它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市場 不是你說來說 就來說走就走的地方 所以他們現在只能轉手為攻 資金能出來 轉攻為守 對 就是轉攻為守 盡量能守就守 因為原本來講 就希望說 中國可以靠到他一個 比較強大的經濟成長 但是現在來講 很明顯都沒有辦法 再持續成長下去 所以齊悅是先蹲要後跳 後來蹲下來就做了 對 就跌倒了 腳軟了 其實彭博他們也預估 有幾個類股 要值得特別留意 第一個 礦業 因為 這個留意是說會比較好 比較抗跌 還是說比較不好 比較不好 因為跟中國的依存度都很高 因為第一個礦業來講的話 我們都知道 中國是最大的鐵礦砂的一個進口 中國的經濟不好的話 它進口鐵礦砂自然而然就少 OK 那麼除了巴西的淡水河谷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澳洲兩個公司 第一個 利托跟必和必托這兩家公司 OK 所以意思是說 大陸的經濟往下走 需求在減弱 這幾個要特別避開 所以第一個 礦業 對 第二個來講就是奢侈品 奢侈品公司 之前 過去一年大發力 是大發特發 但是現在來講很不一樣 因為Louis Vuitton的母公司 LVMH還有Gucci的母公司 開運集團跟愛馬仕 原本財報都很好 因為來自於美國的大量的採購 還有中國的解封消費力大增 但是現在來講 中國來講 啟動消費之後馬上又急縮 所以需求很明顯會受到打擊 突然間轉落 對 第三個在半導體的一個部分 大陸的一個消費比較疲軟 會影響全球智慧型手機的出貨量 再來就是所謂的工具機的部分 因為需求比預期來的弱 因為它算是基礎建設 對 像日本很重要的一個小型 機器手FNAC 這家公司的話 已經下修它的一個獲利預取 甚至於外媒 Wall Street Journal 華盛頓華爾街日報還預估 其實它講什麼 這句話很重 他認為就是說 中國從脫貧賣向強國的經濟模式 這過去40年的高度經濟成長 已經成爲什麼 過往於年 對 已經不見了 那現在他們地方政府 深陷債務擬鬧 還有無計可施 那同時來講 包括美國跟其他盟友之間的一個分歧 還擴大 危及到他們外國的投資跟貿易 所以整體來講 他們認為就是說 中國這40年 大概已經完蛋了 那這樣聽起來 這個習近平一定要去抱團 可是如果中國的經濟已經完蛋 那台股跟中國之間的連動性 又比較高 那最近台股又在 剛好在修正 會不會持續受到影響 我們請這個杜老師來幫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會不會台股也要 就下去了 台股有一個很神秘的力量 叫做惠波蘭西史先系列 對 這個以前數學我們都會考 老師都會考 一加二三 然後五加八 二一三四 有一個五十五 對 你看這邊有一個十三 二一 你看到我們兩年前 從這個10393 漲了十三個也就回檔 那去年這邊從這個 這個高點 對 漲了二十一個月 有沒有 那我們這一波也漲了八個月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所以十三二十一 那你看到我這個表裡面 六十一年來我們有很多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四 那最近的話都是五十四 那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 你看我們這一波到今天 上個月多少 五十五 五十五個月 所以我們 到七月五十五個月 對 七月 所以我們七月三十一號 不是高點嗎 對 比起四六三 八月轉折 狀態轉折 而且現在跌了一千兩百一十一點 所以來講這個五十五個月 理論上你這一波漲了三千四百多點 回檔修正 回檔零點三八的位置 大概是在一六一三三 那我們最近的低點 就是剛好符合這個零點三八二 但問題是五十五個月開始修正 那要修正幾個月 他剛才那個數字後面是八十九 對 是八十九更嚴重 不行 那我們台股的話 一般來講在七月九月 終極回檔 因為我們以前的三Q 本來就是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月大概跌了 差不多七百多點 所以你看到我把最近 我們台股終極回檔的 找出來民國九三年 九六年 九七年 一百一十 那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是回了一百一千兩百一十一點 一超一千兩百一點 對 那這個 那我們看到這四次的話 平均這邊一千八 一千八 這邊一七八 這邊的接近八 差不多一千八 所以我們把它抓一個說 我們最近的終極回檔 大概一千八百點左右 那這個簡單算一下 所以杜老師你覺得說 可能還有六百點的休息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六二多 所以來講大概六百點 那我們這一波從七元 一二六二九 漲到我們的一七四六三 大概漲了四千八百多點 四千八百三四點 環境切割率 零點三八二 我們試算一下 大概是會落在一五六一七 大概等了一千八百多點 那這個一五六一七 有一個好處是 我們連線是在一萬五千三百多點 所以連線那邊 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撐 那我們現在短波段 是破了半連線在那邊 來回震大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四次的整個走勢 所以這樣聽起來好像也不差 就是說還會跌 那怎麼會不差 反正再跌六百 因為一般來講 不像棄人說 一口氣跌六千跌 因為股票市場都是這樣 跌 像我們出生段的話 漲了兩千多點 跌了一千多點 那這一波我們把它當作 這一小波段的出生段 漲了三千多點 你看到一個民國八十三年 這邊也是在 它是月初 那這邊的話是月中 企業會開始跌 那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八月到十月 那最近的這一次有沒有 回來以後 它尾盤還不是上來 所以我們大概這四次 也就是我們台灣的中級回黨 那我們定義是說 中級回黨最悲觀 你就把它抓一千八百點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最近的盤勢 最近的盤勢的話 大概看一下 我們這個叫出生段 漲了兩千多點 回47% 回了一千多點 那我們現在 目前這一波叫主生段 大概三千四百多點 那你回0.38 位置大概是16133 那如果說比較嚴重 是整個大波段 漲了四千八百多點 回0.38位置 就是剛才我們算的 所謂的一五六七 五六七附近 也就是連線的位置 這是我們大概對整個盤勢看完 那盤勢看完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技術分析 最重要兩條線 一條季線 一條連線 那目前我們是有破半連線 在這邊做整理 今天我們錄影的時間 你看小碟 可是量已經收到兩千五百多億了 所以這是我對於整個目前盤勢的 一個看法 當然所以結論來講就是說 即便有一個修正的可能性 不過就是量大概在這六百點的一個範圍 所以還是可控 而且算是主身段押回的過程 對 城內你看一下 這邊有一條線 叫X線 對 X線 X線 對 這邊 紀連底 我們這條X線非常漂亮 有沒有 往右一千 一三九多 後來就長這一段 那我們這一條 目前是非常堅持的X線 就是我們講的說 你回一千八百點 剛好落在這一條線 而且是在連線之上 好 那所以如果說回檔 還是可以操作的話 那在產業面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去思考 我們謝謝這個杜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從產業面的角度來看的話 最近這個自動駕駛 這個賓士跟Bosch 要在這個用Level 4 上升到Level 4 就可以自己停車 可是男人開車最帥 不就停車的時候嗎 對不對 我們就右手就是扛 他開始左手 那以後自己停車 那我們沒得帥了 我看你停車不是常A到 這樣你不可以說 好 我要講一下 剛剛杜老師有特別提到 指數會回檔 那當然回檔 是針對主流族群的回檔 當然這一波的主流族群 應該就是AI 那只是說AI裡面的散熱 還是AI裡面的 比如說你看到的 像這個Notebook的那些 我們不知道 但是股市一定在回檔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一些資金避風港 所以他會去找一個 下一個新的東西 產業的一個趨勢 那假日的期間 Level 4的這件事情就出來了 所以大家會去想說 我們現在不是已經有 自動停車這個功能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還要再去提Level 4 我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在以前Level 4 它只是適用在局部的場域 比如說你看到的實驗區 比如說你看到的某一個 這個實驗的城市 那它這個是在車子 這個沒有在路上 真的跑的情況之下 但是現在的在德國西南部的 這個司徒加特 這個地方它就是真正的 放在停車場 然後把你車子 放在停車場裡面 看你會不會自動的去停車 那這個的話 是賓士 保時捷跟Bosch 都在的一個城市裡面 由賓士跟這個Bosch 這個地方所研究出來的 Level 4的狀況 那這個就是已經真正 可以到商用服務的階段了 也就是說你真的你的車主 到停車場的時候 你就下車了 那真的很像演電影 到了我就自己門開了 我就走了 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的重要性就是在於說 停車會花費你很多的時間 因為包含找車位 所以有的時候你車子 即便是在已經 停滿車子的停車場裡面 但是你人下車就好了 他告訴你有一個位置 可是我找不到那個位置 或者是他根本 連一個位置都沒有 但是他在門口準備 對 所以等到你那個位置 出去了之後 他車子就可以進來了 所以是不是就節省很多時間 那這件事情 要怎麼完成呢 第一個Bosch Bosch不是保時捷 Bosch的話是德國的一家公司 對 他是在這個停車場裡面 安裝攝影機 然後相關的感測器 來偵測車道跟四周的環境 他在做的是這件事 那賓士在做什麼呢 賓士大概就車子 那車子裡面是不是就有很多的 比如說違控的電腦 安全指令 那停車場業主 本身也很重要 因為業主你要有Wi-Fi的連線 所以這三方構成了一個停車場的運營 好 那我們現在來先看一下 大家很多人 對Level 4這件事情 不是很懂 那沒關係我們先來講 什麼叫做Level 0 就是沒有自動化 就是眼 手 腳全部都要用 對 就跟正常的駕駛一樣 那Level 1的部分的話 是駕駛輔助就是脫腳 就不用踩油門了 腳不用放在那個油門跟煞車了 然後Level 2的部分 叫做脫手 對 那手有的時候還是可以放在旁邊 但是時放時放你就可以滑手機了 定速了 對 這個叫Level 2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達成了 到目前的科技已經達成 Level 3的部分是有條件 也就是脫眼 你的眼睛可以去罵你旁邊的 副駕駛的人 或者是往後面看 或者是 或者是你直接去看你的這個 比如說螢幕裡面播放的歌曲跟電影 然後讓它自動駕駛 到了Level 4的時候就是脫腦了 就完全不管它 或者是你可能真的是很疲累的駕駛 你就睡了 然後到Level 5的時候 就真的是無人 那都不用方向盤 對 那無人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可以從停車場到公司去載你 對 或者是說你今天比如說你要去 要去接小朋友不能去 那就定位定好 我定位他就自己坐上車了 或者是說今天有Uber 有什麼的快遞送到什麼東西在那邊 我就直接車子過去拿了 拿了就回來了 那當然這件事情要整個完成的時候 ADOS就變得很重要 那ADOS裡面當然最近其實就是跟通訊有關 我們來看一下 ADOS裡面不外乎就是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鏡頭 第二個是通訊 第三個的話就是TPM 就是胎壓偵測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現 在AI普遍友好美好的情況之下 2266的情況之下 其實今天的高速傳輸這塊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AI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當成自動駕駛 所以今天的智邦是漲停 波羅威的光纖的一個中油的部分漲停 起跡跟這個所謂的低軌衛星 漲停 但它也跟自駕有關 省準這個地方 跟伺服器用的一個通訊漲停 這個大漲 然後滑星光光纖 台陽跟低軌衛星 所以今天整體的通訊族群 感覺都是網通概念 是強的 如果以通訊今天的表現 確實比AI的伺服器散熱 整體來講要來得強 那我們這裡面來看看 跟Level 4有相關的一些股票 第一個當然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一個攻擊一個防守 所以攻擊的意思就是 我是處於多頭階段 這個圖是我在假日的時間印的 但事實上今天還要再補一根紅棒 那也就是說 它呈現的是一個多頭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獲利數字 第二季的2.28 是大於第一季的1.43 所以兩季加起來的話 應該已經賺到多少千 各位可以算一下3.60 3.7了 有明哥你剛才講你這假日 那你以後假日用完先發給我 可以嗎 對 好 我怕你買了就會跌了 對 那所以這個股票 它是一個多頭的情況之下 7月份的一個營收年增率是14.2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因為投信才在6.75%的持戶 那投信買到20%以上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他買不動了 但是因為那個就是恐怖平衡了 就是怕有人賣 但是如果6%的話 是剛剛好在加溫 準備持續的加熱 對 準備有一點點是 比如說第三季的季底的時候 有季底燃養 但是第三季不是那麼的重要 年底比較重要 搞不好他是拚年底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防守 就是他整體來講 是在一個下擋的箱形空間 所以相對來講安全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漲 但是重點是 因為你華金科是屬於育龍集團 那下半年鴻海不是要造車 造車不是跟育龍的紅華有關 那紅華裡面的鏡頭 不是就是華星光 華星科 所以你看他的整體的 營收獲率狀況也不錯 這個是一高一低的一個策略 好 謝謝永明哥 那因為最近大家也有感受到 這個氣候的變化非常的嚴峻 算是極端氣候 那影響的當然就是我們要去思考 所謂的永續的環境 ESG 節能減碳 尤其是二氧化碳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我們要怎麼去關注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跟大家討論